三角油炉起源于19世纪末的瑞典 终结于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 再聊聊三角油炉 再聊聊古典油炉 就不得不去说一下韩国之道油炉 他们站在距人的肩膀上 然后对于古典油炉和现代油炉 起了一个成上起下的作用 我们今天就聊聊这台 韩国油炉安底747 它是一款非常经典的韩国油炉 我们去欣赏一下它 大致在于20世纪50年代 然后韩国制作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精良的油炉 但是到了1983年之后 因为森林法颁布 然后韩国油炉就从此衰落 另外一方面 气体燃料也慢慢的逐渐兴起 作为液体燃料的炉具走向衰亡是必然的 因为气体燃料的确实方便 像我们用过气罐一插就可以立马使用 我们今天讲的这台安底747呢 和我们之前所看到的这个R2096不一样 你看到没有 它的炉头是带一根控火杆 我们之前有说到 三角炉是用煤油燃料 但是这台三角炉呢 它就可以使用煤油 汽油酒精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控火杆 它可以把火关掉 而不像煤油那样子的话 它不像我们之前用的这个R20这样子 要扭动阀门去卸压 它有这样一个控火杆呢 就是说 就不会再使用煤油和酒精 就不会再使用气油和酒精是危险 就像现在很多产品一样 它一出来 就是非常高的配置 我们看一下这台油炉是有什么样的配置啊 首先呢 它是一根带控火功能的四杆金银头 然后呢 它还有韩国专门他们自己去给油炉增加了一个喷枪预热 相当于说它有两套预热系统 一套是它这个酒精预热碗的预热系统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喷枪预热 然后价钱呢 相对它会比较低廉一点 就比如说我们买一台带控火功能的一个正宗的瑞典油炉 可能会在四千左右 四五千都有可能或者会更高更高 但是韩国这样一台其实也就是两千块钱吧 韩国油炉呢 有几个特点 我先说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歇压就会非常有意思 你看啊 这个地方是一个喷枪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用漆泵给罐内打了非常多的气 要歇压的时候怎么歇压呢 我们之前看到这个 像R20这种是扭动这个阀门蟹啊 对不对 但是韩国这个就非常有意思 它这个地方是一个拉杆 你把它一拉 压力就会卸下去 非常有意思的小设计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 它的油箱盖 安理747呢 有两款油箱盖 另外一款油箱盖上面会带一个油浮表 就是说你能去看到油箱内还有百分之多少的燃料 我们先去使用一下这个安理747 实际上呢喷枪预热不如酒精预热那么稳定 但是喷枪有个好处 就是说你不用再去专门去携带酒精了 或者说有时候如果你万一忘了带酒精 那你就只能使用喷枪预热了 它这个喷枪预热还算可以 喷枪预热的时候呢最好要补补压 然后再聊聊这个安理747呢 我就不得不说一段公案吧 算是 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入营圈的朋友都知道一个 就是群晚戏叫做五景 五景有101301还有501 大家都认为这东西非常好 而现在还是一如难求 价格也被炒得非常非常高 然后呢实际上呢 这个五景301它完全是仿照安理747去做的 然后尤其是在早期版本呢 几乎是一模一样去仿制了给安理747 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 你看它的炉头对吧 包括它的喷枪 喷枪预热系统对不对 然后另外包括它的油箱袋 然后五景就采用了那种可显示这个油量的那种油箱盖 然后另外呢 五景就是说相当于说是做了这样一个炉子之外呢 然后制作一个取暖器 但是这个取暖器呢实际上也不是五景自己去创作的 实际上第一个这样类似的取暖器呢 是韩国油炉船长这个品牌制作的 然后呢 五景做了一个仿照吧 实际上呢 在这个户外用品这块啊 韩国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现在去被追捕的搜头呀之类的 其实时尚也没有那么好 大家有时候去理智消费一些 然后这个取暖照其实是经过了最早韩国船长做 然后五景仿制 然后再最后 然后再后来呢 韩国又开始制作这个取暖照 这个火轮取暖器 再之后呢 中国也有人做了 我这个应该就是国内玩家做的吧 他送我的 所以说我也可以送你这个来历 其实是蛮好用的 我们看一下啊 把这个取暖器照呢 照在这个金银炉头的这个炉灶上 然后呢 它上面有很多发热丝 这个出来的火焰呢 会加上这个发热丝 然后从旁边散发热量 而且呢 我并且就是说 从国内玩家十年那里 定制了三根加长支架 你看啊 就是这样一用之后呢 这个炉子就可以多功能性 我可以在一边 取暖和同时 一边烧热水 或一边做个简单的饭 增加这样支腿之后呢 就片的比较实用一下 取暖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比如说我们在一个 举个例子 像一个私人金银炉里面的话 用这个取暖的话是足够了 安理器的细棉呢 油量不多了 压力不是很够 它其实火源会更大一点 更大一点之后呢 上面这个取暖色 也可以很快的 就是变热变红 就是韩国的油楼呢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它的这个喷嘴的这个孔径啊 和锐眼油楼是通用的 然后但是它通真的不通用 就像是秋冬一样的 放入天下来 过来就在那里面 入天下来就会把 入天下来就会用了 入天下来就会用了 我来自尽快变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